- 江湖麻辣鍋要提醒你呢,就是今天傍晚時分是晴朗誕多鋒26到32深時度的氣溫 - 是的,很快的,欸,曾知喬,還有呢,曾佩慈,要訪他嗎? - 噢,他們已經浪費時間了,先打個招呼! - 嗨,大家好,我是曾知喬。 - 大家好,我是曾佩慈。 - 想要我聊更多。 - 好,我們來囉。 - 好。 - 江湖麻辣鍋,哇,你看,現在全部的焦點都影響兩位美女。 - 是,很自然,因為我們的直播的鏡頭完全沒有帶到我們主持人了。 - 欸,對啊,為什麼這樣啊? - 當然,不需要,不需要。 - 沒事,沒事,是這樣的,是這樣的。 - 我們就習慣了,我們有差別待遇。 - 啊,那是空盤啊。 - 啊,這次歡迎兩位。 - 嗨! - 嗨! - 嗨! - 非常可愛,你知道嗎? - 啊,剛剛我今天就聽到的時候是他們兩個感情好好喔,那感覺呢,真的很妙,就是女生那種感覺。 - 嗨,進來喔,曾佩慈,他就瞧瞧。 - 啊,就像你進來直播室叫娜娜一樣,這樣。 - 我沒有。 - 他們兩個已經吵架吵很久了,在我面前。 - 怎麼不是已經來寶貝? - 這樣喔? - 不是。 - 沒有,現在廣播不是這樣做的。 - 對,廣播是收聽率越高。 - 對,他們就是要找仇人搭在一起。 - 而且你們的職場是不是有點問題,你站著他坐著,怎麼會這樣子? - 是,是。 - 哇,你好帥,你一看就看了。 - 畢竟我是個演員。 - 是因為我站著比較可以看得到美麗的風潮。 - 欸,對啊,前面都一座山頂的啦。 - 欸,好,那兩位當然是因為第一次的新台合作,然後呢,欸,你那邊怎樣,我這邊ok的聚集來宣傳。 - 對。 - 所以在台灣其實你們有很多合作的機會嗎? - 說真的沒有。 - 其實沒有。 - 齁。 - 我們是因為拍這部戲才有接觸。 - 對對對對。 - 之前就是網友啊。 - 網友網友。 - 啊,有啦,我們私底下約過一次啦。 - 我想起來了。 - 什麼情況啊? - 你是失憶喔? - 講得好像第一次見到我一樣。 - 欸,我跟你講,我們兩個約會過一次。 - 一定有什麼四人派對還是什麼,就是自己約會。 - 沒有,喝下午茶。 - 我們兩個自己約的。 - 喔。 - 喔。 - 然後,呃。 - 什麼狀況? - 什麼狀況?為什麼會約彼此? - 我們好像是在一個唱歌節目碰到。 - 對。 - 然後就開始網路上聊天。 - 對。 - 然後就,對。 - 巧巧非常的,很會破冰。 - 因為其實我私下會害羞。 - 然後巧巧就說,其實有空我們可以去吃吃飯,喝喝下午茶。 - 結果我就真的,呃,我們好像就真的約成了那一次。 - 對對對對。 - 隨便跟網友見面,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小朋友不要學。 - 小朋友不要學。 - 可是這個網友一定是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才會讓網主願意去見面啊。 - 所以是怎麼樣的一個互動? - 我覺得一方面是,一方面是我覺得她看來一定是跟我很有話聊。 - 然後再來就是那時候我好像正在公司一直在說服我出自己新的那個新歌。 - 然後我想要問她說你在哪裡。 - 因為我聽到她唱現場上那個節目太穩了。 - 然後我就想要問她在給哪個老師教。 - 對,類似這樣的一個。 - 會聊出話題。 - 欸,兩位很會看人耶。 - 怎麼說?怎麼說? - 你看,曾佩慈就看我們兩個磁場不對,不對勁。 - 然後喬喬就說一看就知道他們兩個很會聊。 - 哇,真的真的。 - 太厲害了。 - 你們如果真的在我們面前吵起來,我們會不... - 沒事,千萬不要勸架。 - 就是把天生死結構就可以了。 - 不要不要,順情自然。 - 我們這邊OK的。 - 我們這邊也OK。 - 還順便打一下喔。 - 當然其實就是跟我們還在聊天氣。 - 因為當然夏天我們四季如夏,天天都是這樣的天氣。 - 可是現在跟台灣相比較喔。 - 台灣更糟嗎? - 略勝一籌。 - 悶熱一點點,我們的夏天。 - 因為他們其實都在台北拍戲。 - 台北是盆地嘛,熬起來。 - 熱散不出去。 - 對,所以是真的像烤箱喔。 - 歐爾還會刮風。 - 他說悶熱,我們知道兩位的身型都很好。 - 一個高挑,一個身材很好。 - 那想知道一下。 - 你想怎樣? - 沒有! - 沒怎麼樣。 - 聽好。 - 聽好,聽好。 - 因為天氣悶熱,又吵架了,對不對。 - 那這個曾之巧呢,就說呢,煮菜的時候呢,會穿少少的,是吧。 - 然後有一次,他刻意耶,就穿多一點。 - 就說,誰說我穿少少。 - 啊,對啊,在你IG。 - 對,穿多一點點贊率一樣高。 - 喔,一樣高,對。 - 這是重點喔。 - 沒有,我覺得超妙,因為我們這次來新加坡拍戲, - 然後新傳媒讓我們住的地方,我覺得非常的喜歡。 - 因為就是有健身房啊,有游泳池,讓我們可以保持身材,好好運動。 - 然後又在大家的房間裡都有廚房。 - 所以你可以煮健康的東西來,習慣的東西來吃。 - 誰知道每次只要PO一張煮飯罩,因為新加坡很熱嘛。 - 所以你就是,那時候可能台灣還沒有到夏天。 -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怎麼穿那麼少。 - 對。 - 所以我可以為他作證,他本來私下。 - 就喜歡穿很少。 - 不是,他本來就是,就是,我覺得這是一種很好看的, 性感,屬於女生的健康。 - 我確實不太怕漏喔。 - 我滿自然的。 - 我們上次拍一個雜誌,他的私服我也很喜歡。 - 就是一種,就是,微女,那要怎麼講,微女人。 - 對,其實我私底下,就雖然大家都叫我喬哥, - 可是其實我喜歡穿的衣服,是有點女人。 - 就比較有女人韻味。 - 他真的不是刻意的,那就是平常的他。 - 很美麗。 - 妳有想要就是,以他看齊嗎? - 學習他嗎? - 呃,沒有,我好好做,我自己就好。 -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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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看不出來我們的差別嗎? - 沒有啊,這個沒有試過,我不知道嘛。 - 可能看那個這部戲,或許看得到一些小突破。 - 它這種款的。 - 哇,突破,你穿三點續嗎? - 送福利。 - 送福利。 - 掉進水裡的時候,在海裡的部分。 - 喔,比基尼里比基尼。 - 那也只是失聲喔,也沒怎樣。 - 我跟你們講,在台灣拍戲,因為那時候我們已經快要進入 - 悶熱的天氣了,然後因為那個從,算是從冷的天氣拍到, - 轉熱。 - 對,然後想要跟劇組說我可以少穿衣件嗎? - 都不行,那我也沒辦法。 - 我明明就想脫了。 - 喔,是劇組的問題。 - 反正你要脫,現在就可以脫了啦。 - 喔,是劇組的問題。 - 其實只是背心。 - 趕快去看直播。 - 哈哈哈哈哈哈。 - 我脫。 - 它脫了,它脫了。 - 等一下喔。 - 哇,這一大尺度聊耶,這樣。 - 還可以。 - 還可以啊。 - 還可以啊。 - 你知道最low是什麼場合啊?典禮嗎? - 我們現在播一首巧巧的歌。 - 欸,那個。 - 最近MV。 - 那個。 - 佩慈。 - 有。 - 有位朋友要跟我合照嗎? - 跟我合照嗎? - 啊,對。 - 你記得他嗎? - 你認識他嗎? - 你認識他嗎? - 對對對。 - 這個人跟你有點關係。 - 你可能會認識他, - 可是又沒有機會見過他。 - 你有沒有站靠近一點? - 因為這個上,這跟我沒有關係。 - 要這樣子怎麼了? - 對對對。 - 好可怕對不對? - 是我,我的妹妹嗎? - 啊,我爸不可能。 - 生爸爸,你有什麼事沒有說啊。 - 我爸不可能。 - 我爸不可能。 - 你有什麼事沒有說嗎? - 她是生小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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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 月十一號,十月,我是二十二號。 - 我們都是八四年的。 - 哦,好,那不會是姐妹了。 - 放心了,隔天了。 - 誰啊? - 如果是你的。 - 慘然的作詞人。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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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感動哦。 - 啊! - 啊! - 那首超好聽的。 - 啊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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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對! - 也通常不會看到本人嘛,對不對? - 那你怎麼會在這呢? - 啊! - 因為在機緣巧合下。 - 正好我們認識。 - 你唱著她的歌的時候,她很高興, - 啊! - 所以我知道這件事情。 - 所以就看能不能夠挑一下這樣。 - 啊! - 那首我們發了起一首歌也是。 - 我發了起一首歌也是。 妳的一個主題曲欸 好有緣喔 妳也太誇張了 爸爸這樣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嗎 有有有沒有關係 對啊妳剛剛唱我就知道啦 真的好聽很好聽 對對對 謝謝謝謝 謝謝你們隨隊啊把我的那首歌的 哇真的有緣分 好酷喔 希望妳喜歡我們的詮釋 對當然喜歡所以 現在還有機會 一定一定一定 因為是我第一首 發的 賣出去的第一首歌 對我還會非常重要 所以應該是冥冥之中的一個人 我現在你們又來了 真的還好我剛剛真的覺得 還好沒有那個 坐坐坐 好酷喔 謝謝不會不會 對 嗯 可能等一下我們再看虛咎還是怎麼樣 好 好 我還以為是鐵粉 還是還是妳捐過什麼器官 哈哈 我就在累啊 哈哈 因為一直 走 佩慈 我的眼角魔是妳的 對 我想說我完了這個是很大的事 對啊到底有什麼事情啊 不是我妹就是我有欠她什麼東西 對啊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有嚇到喔 有嚇到 有嚇到 因為這 因為這 就是 泰國師作詞人真的太touch了 對 所以妳要touch我們做節目這麼用心 這也要touch 太touch了 真的好厲害 什麼都邀功喔真的 而且其實妳們默契很好 雖然一直 一直在鬥嘴 喔 默契 喔這樣看就覺得很好 我們還剛合作耶真的 第五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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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可怕對不對 千萬別結婚 對 下週就單飛了 你們該不會結婚吧 哇這真的是八點檔 對啊 馬上閃過 如果你們結婚的話喜姐我要邀我 幹嘛 我們要去見證啊 他們來碰清 後輩死不可能 妳是覺得婚禮會打起來是不是 很難說 來喔來喔 真的很難說 怎麼辦我們很不震驚啊 好巧喔 怎麼是 這是必取女人當中的片頭曲 唉呀演唱人之一就在現場啦 歡迎曾志祥 嗨我是蕎喬 嗨我是蕎喬 今天還有我曾沛茨 哈囉大家好我是曾沛茨 兩位其實都是先唱再演 所以這個過度其實大家都很舒服嗎 就是從歌手到演員的身份 很不舒服 不舒服 不OK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有好一段時間 其實那時候還小啦 演其實演戲都是一直為了還可以有發片的機會 因為以前曾經有一段時間是 演員如果演得好的話 或者是受歡迎就會有機會再發片 是是是是 可是後來沒想到演著演著就 嗯 蛻變出一個新的自己就不想當歌手了 喔就愛上了演戲 對可是有好多年我真的是為了要再次可以當歌手 所以認真演戲 那不是很舒服的過程 所以思考了很久 最後我覺得我真的很想唱歌 我懷念那個感覺 然後後來簽了公司 第一個工作是演戲 所以那個根本還不知道 哇太衝擊了 太衝擊了 是是是因為歌唱比賽出身 竟然第一個工作是演戲 對他去演戲 對他去演戲 是不一樣啊 可是後來演著演著大家都真的很上手啊 你看必取女人啊 然後我們與二的距離啊 大家都有很多那個代表作 所以現在就是怎麼樣 演戲成為自己的重心了嗎 兩位 我覺得我算耶 可是佩慈我覺得 我覺得我可能有點全方位 對啊 而且還講得那麼正經 全方位耶 沒有我被剛剛的那個 跟詞曲 作詞 好啊 我講真的 你冷靜一點 沒事沒事 他是真的蠻 對兩邊都做得很好 我們這裡ok的 你講什麼都可以 我都很喜歡 兩個都喜歡 可是選播出來是不是 其實現在 我覺得應該是說 我覺得唱歌就算不當藝人 我還是會唱啊 我覺得我每天生活裡面少不了這個 這個 我也這樣想過 但是如果你不當演員 就沒有人會陪你演戲了 對啊 還是我們私約 我們倆一起演 好啊 可不可以請我們 自媒體 自媒體每天自己一演 兩個 我覺得女生 除了要 就是你們事業都很強之外 就要講到有這個男朋友了 然後據說呢 這個曾佩慈 你說你過了三個七夕 都是單身 現在還是 對 怕不怕 姐姐十個七夕還是一樣的 你三十吧 十個 我知道 你三十個七夕吧 我領悟到一點 怎麼了 請說 對因為我們個兒高的 都是這樣 我們 真的 個兒高的男生就會覺得 有威脅感 超過一百七 所以高度是你們的 擇偶條件很重要的部分 蠻重要的 男生看到我們這個身高 通常第一個 你是你幾公分啊 我174 哇真高啊 他們的第一句話都不是 已經不管你外表長得好不好看 都會說 哇壓力很大 哇好高啊 幹嘛這樣對不對 還好俊雄跟羅密歐很高 所以其實你看 我們基本上只是以高度取勝 然後就去派過去跟你演了 是這樣選出來的是不是 也是很帥啊 巧巧也很高啊 巧巧也很高啊 我168 但是174 哇那真的是另外一個level 其實我覺得168完美耶 168我覺得 其實我的感覺是最緊繃 再高一公分 男生壓力就大了 對 因為你不可能不踩高跟嘛 對 其實已經很緊繃了 你理想中的男生是怎麼樣的啊 你優質男友 當然是 我 幹嘛拿拍子幹嘛 真心話 就是像你那邊怎樣 我這邊OK裡面 的誰 誰 誰 你要說誰 怎樣 你要說什麼 各位 我現在一定絕對是為了工作 我偷偷跟你講 我現在講當然都是為了工作 他不知道我們當生 是為了 我覺得 我說真的 現在是說真的 最好俊雄加羅密歐 兩個啊 好賤心啊 拜託不行啦 我今天被問到說 覺得兩個哪一個是可以比較適合當男朋友 我就說 可不可以 我很真心的說 可不可以羅密歐是男朋友 然後俊雄是老公 是老公 因為一個文 一個一個 其實俊雄熟了 他也是沒有多安靜啦 他要開玩笑也是很好笑 所以你覺得就是 文跟武 哪一個比較適合做男朋友 當然貪心一點 就是兩個加在一起 兩個太貪心了 真的太貪心了啦 不過 至少他 他有機會可以嘗到新加坡口味啊 瞧瞧沒有機會喔 這部劇集喔 沒有跟太多新加坡男演員的 感情線的話沒有 沒有齁 對齁 怎麼辦都沒有安排 新加坡口味給你 嘗嘗看 所以那個來臨姐說 下次再找我演不別人 太好了 耶 我已經敲戲了齁 因為我大部分還是跟南正龍和劉冠廷啦 都是台灣演員 對對對 好 我們就是難得 我們終於拉回來劇集了 OK 所以其實當然這個 兩位都參與了我們非常看重的一個項目 然後新加坡的觀眾都很期待 然後兩位其實在戲劇當中呢 台灣很多的劇集 新加坡的這個觀眾也很喜歡 所以能不能再讓大家感覺到就是 你那邊怎樣我這邊OK 是怎麼樣的一個劇種 然後呢大家為什麼要收看 其實這個戲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挑戰 我覺得光是能拍完 我們大家都覺得很神奇 對 因為光兩地嘛 所以有兩個製作方 然後有五個導演 有數不清的主角 因為兩條線 對 所以說有這麼多要克服的文化上的啊 習慣上的啊 然後劇本 我們是好像是雙城故事的概念 但是是兩條線 你是台灣現在新加坡現在可以分開看的 所以它有很多要去克服 我覺得對觀眾來講 都會是一個很衝擊的收視的挑戰 也是 因為沒有人這樣子拍過長的劇 而且應該先看哪一個 或者是說應該一起嘎起來看 還是先看我一邊再看另外一邊 但說真的這問題非常好 你先看哪個真的都可以 對 因為裡面最多串聯的就是人 跟人之間的關係 可是每個人人生 就是像比如說你跟你的好朋友 你們的故事也不同啊 可是你們可能禮拜幾約吃飯 就有點像 對對對 我們可能突然 我的生活中的某一天 我發生的事情 我工作遇到的困難 跟他那邊的事情發生了關係 所以分在看也可以 合在一起看也可以 哇連貫性的 就很像那種蝴蝶效應的那種概念 對 沒錯 其實是 你看我有智慧喔 好會講 不小心發現 翻白眼了 算了算了 死鬼表情 我都沒聽到 真的 好 那謝謝兩位今天上我們 薑蔥麻大鍋 然後呢 最後呢其實剛剛 可能沒有在聽廣播的朋友 就不知道呢 其實我們剛剛安排了一個小驚喜啦 就是 佩慈在專輯當中有一首歌曲 其實是新加坡人填的詞 所以作詞人其實就在我們的現場 所以 我們就用這首歌來做結束行不行 坦然 好溫馨喔 好 謝謝 謝謝 哇 謝謝